把它就是有点缩小放在上面 那为什么要缩小放在上面 因为你可以去观察你的需求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的需求 这边可以再切回来 其实它应该做成浮动 然后把它最上层显示 然后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的需求是 第一个先决定范围 那范围的话呢 前面跟前面的那个一样 就是你就打一个fall 所以你先确定一下 你的范围是fall 那给它一个变数 ID的变数是2到207 所以2到2207 Enter,Enter,然后Next 那先给它一个回圈的范围 那回圈范围 通常再把它选起来 按Tab键 把它缩排放到里面 不要跟那个sub同一层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打完这些层次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事呢 决定范围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做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第几栏里面的资料 第几栏第几列的资料 要怎么放 所以这里的话呢 里面我们先决定列了 那栏的部分的话呢 还是需要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 比如说今天是第二栏的话 那就有地区号 那有地区号的话呢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暂时放在 某一个什么呢 某一个变数里面 那第三栏的话也是一样 不需要判断 第四栏也是一样 那需要判断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断以后的 就是第五到第九 应该五六七八九 五到九的部分呢 需要判断里面如果是空的话 那就不要去 给它一个字串 那如果里面有资料的话 那就要给它一个字串 比如说几项 对不对 那程序怎么撰写呢 基本上 我们接下来 再打一个 这个 在确定 在这个for 刚刚是for 现在是for 等于 第二栏到 第九栏 二到九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做那个判断 那判断 因为我要判断是 如果是第二栏到 二三四 二三四的话呢 就直接把它存起来 然后呢 五到九的话 就是判断 那因为我需要 二到九 需要有 存放 暂时存放的变数空间 那变数空间的话呢 你那你可以 老师说我宣告 ABCDEFGH 因为我要几个 我要八个 可是你要八个变数的话 其实很麻烦 我建议是用正列 如果有写过程式的同学 应该会很清楚 如果没写过正列也没关系 那这里的话正列需要宣告 那宣告的方式的话 请各位在上面宣告 VBA里面的宣告就是定 比如说定一个A好了 那A呢 本来是一个变数 可是我要把它切割 切割怎么切割呢 一个小瓜 我后面给他一个 比如说输入一个7好了 那7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今天本来是一个变数 一个变数空间 那什么叫变数 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是在记忆体 帮我们配置一个 暂时存放的空间 就是一个A 可是呢这个A假如说呢 我今天 我A如果说我可以怎么样呢 就像你一个房子好了 你没有隔间 其实很浪费 那我干脆隔间隔成什么 隔成八间 八个人住进来 我一次